造成的其实无非就两个点 第一个是快速反应 就比方说对方打我们来 我们怎么样快速反应 快速反应前提得是最高领导人下达命令 这是一个 第二个要把发射核武器的这个决定权 牢牢的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里 你别下边哪样部门忍不住了 对方太可惜了 我给他来枚导弹 那不坏了 所以为了避免 就是重大军事变故的发生 一定要把核武器 这种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武器 控制到一个相对来说权力集中的范围 所以这两个条件催生了核手的枪的弹生 那么弹生有一个标志性事件 可能咱们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会想起来 那就是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都知道美苏进入冷战 那么从军事实力上看呢 美国的核弹头 比这个苏联的核弹头要多 可是这个核弹头是哪样的 它可不管你谁核弹头多 因为我一个核武器杠了去 就可能要你 就和你的国家给回来 咱们看那个四五年广岛强旗那两颗原子弹的威力多大 而且它的后遗症 放射性物质扩散的后遗症 后患无穷 1945年5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 虽然德国已宣布投降 但日本法西斯并没有行战的意愿 为了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6日 在经过多次演练后 一架B-29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 李克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让世人亲眼目睹了核武器的恐怖威力 同时因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敲响了警钟 所以当时呢 各国家就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 非常重视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当时我们知道美国呢 在欧洲这块呢 有北约联盟 它就围绕着前苏联这个领土边啊 设置了两三个核武器的基地 反正我时刻瞄着你 咱们有那么句话 不怕贼头就怕贼垫你 你想是前苏联一看 卧榻之策 有人弄这个东西离自个儿不远 你他简直是如坐针章的 这还了得吗 所以他就想 我能不能某种平衡 我也把它搭成了 就我在你美国周围 我也安着玩 可是我们知道美国周围 你像加拿大什么这些国家 墨西哥 他和苏联不是一伙的 现在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军事基地 那是因为那些国家和美国在战略上有同盟 当时前苏联明显在那时候达不到这个影响力 所以他也等机会 等着等着这机会来了 1961年4月份 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中央情报局 组织古巴的流亡分子 珠湾登陆 袭击古巴的新政权 因为我们知道59年卡拉特罗 带领着古巴的游击队 成功的把亲美的古巴救世力连走了 这个新的古巴政权呢 是反美的 所以这个美国觉得自个后院里有这么个古巴 这简直盲伺在背 这把他弄倒了 后来就说美国中情局六百多次要刺杀卡拉特罗嘛 当时在61年4月份 组织古巴流亡分子就 驻外事件 来这个袭击卡拉特罗政权 结果当时就在前苏联的帮助之下呢 这次袭击很快 土崩瓦解 失败了 1961年4月17日 一直有1500多名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雇佣军 从美国中情局秘密训练基地出发 跨海来到古巴首都以南的珠湾登陆 试图制造内乱 推翻卡斯特罗政府 可是在登陆计划实施后 美国中央情报局原本许诺的公众资源并没有出现 而负责运输弹药补给的宝荡船只 也被古巴的军队击沉 72小时后 陆清部队因军力对比悬殊 又没有后续补给 只好脚械投降 我们相信我们的众兵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拒绝我们 或拒绝我们 我们并没有想到他们能够 忽略给我们的承试 他们跟我们的承试 Jet Kennedy 被承误了 在《负责》 那么这个时候 苏联就觉得机会来了 而且美国由于这么干 使古巴更快速地倒向苏联 这个时候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觉得这个机会来了 所以你不在我周围 安这个导弹基地吗 我也在古巴那个基地 因为在古巴那发射导弹 很快就能打到纽约 打到华盛顿 所以就这么的 1961年 这个诸埃事件发生之后 前苏联就秘密地 把一些导弹运到古巴 并在古巴建立一个发射基地 到十月份的时候 这个基地彻底部署成功了 发射架什么都过去了 那这个事美国很快就知道了 受不了啊 离我这么近 判一个导弹过来 我完蛋了 所以这时候美国就想 一定得给前苏联点颜色看看 表示自己态度 结果就在十月份前后这会儿 双方摩擦不断 首先是由美国先把古巴海上给 你别再接着往过运什么核弹头 同时那边苏联也有反应 有一架美国侦察机 在古巴上空被击毁了 还有一架美国侦察机 在苏联领空上面 被苏联空军给拦截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 双方战争一出即发 这个打仗可不同寻常 这边肯尼迪总统一下令 那头欧洲导弹一下打死人 这边何伟小伙下令 古巴导弹一下干得努力玩多年 了得吗 这时候双方剑拔弄战 咱们说实在 这个时候双方领导人 你看着好像都表达态度了 但心里怕得要死 因为这个战争不像别的 这一旦导弹发射出了得吗 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出即发 那就不是小事了 而且有广岛长期两颗原子弹 做前车之剑 双方谁都知道这个战争的严重性 说白了都是手里拿着刀 但手都知多了 害怕 所以在非常微妙的 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可以说千军一化 最后呢双方主动各撤几步 这个赫鲁小夫打应 我把古巴的这个导弹都撤走 不在这射几地 美国也打应 我绝对不侵略古巴 我不派部队打古巴 同时呢 没有写的文件里 口蒙 跟赫鲁小夫说 欧洲那几个基地 我也撤了 我也不威胁你了 你也别威胁我 双方向安无事 所以这个1962年的 古巴导弹危机 就这么的 最后以和平的方式收场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if it hadn't been solved we had invaded Cuba we would have been in a nuclear war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ould have been killed around the world in that nuclear war would have been absolutely disaster That was the biggest crisi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fact that Kennedy solved it with Cushion is absolutely important because then we were moving into a totally different world 可是这个收场 双方回过头了 无论是肯蒂迪 还是赫鲁小夫 都惊出了一身了 说你说这万一 我们这两个总统领导人 倒没问题了 能够站在世界的角度 很重视这个事 把他化解了 万一手底下哪个将军 哪个元帅 你知道这部队的这人 好多都好战分子 他这么来气 我打他 我这 真要是一鲁莽 热血上涌 啪 核大干过去了 后果多严重 所以这个事情 直接催生出来 双方都考虑 这个权力 得赚到自个手里 而且得保证 总统能快速应对 所以这时候 美苏 最终都采用了 用核手提箱的方式 来控制 这个核战争 发生的速度 当然美国在这方面 抢先一步 比这个前苏联的 要早研制出来 和手提箱 早那么先